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此 包括志愿军总部在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结束了使命 成为了翻过去的历史一页 志愿军总部是在朝鲜战争开始时由彭德怀组建的 是整个抗美援朝的指挥中枢 那么 现在志愿军也撤销了 总部人员怎么办呢 其实 早在年初 杨勇司令员得知 准备从朝鲜撤军后 就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个专题报告 其中 关于总部提出先在北京设立一个留守处 请军委考虑彭德怀看过这个报告后 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报告上签了字 表示可以考虑 转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接见志愿军英雄代表10月26日 杨勇率部到达北京后 周恩来亲自率领党政军人员迎接 在招待志愿军归火代表团的宴会时 他对杨勇说 军委初步研究过了 基本赞同你们关于人员安排的意见 此时 杨勇已经被党中央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周恩来又对杨勇说 把你派到毛主席身边 明天上任 要把你们的好作风带回国内 就这样 司令人杨勇去了北京军区 各界欢迎志愿军凯玄归来战士 志愿军总部回国后 人员的安排情况 却有了新的变化 总部人员随归国代表团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 又到河北宝定 徐水 沈阳等地 参观祖国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之后 因为北京房子紧缺 没有地方搬置 总部班子包括警卫营 只好全部搬到了大连 在大连 总部有了住房 但家属还是没地方住 随后 在杨勇的支持下 在北京老军庙 也就是现在的白广路总参招待所建设的一些房子 作为总部留守处 在大连时 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李信 曾主持人员分配工作 招出场面一个个谈话 征求意见 但是 他对大家的具体去向也没定下来 几个月后 北京的留守处建设好后 大家又回到了北京 鉴于战争已经完全结束 志愿军总部没有存在的必要 最后 总政治部干部部对志愿军总部的人员统一做出了安排 处长以下原班人马 全部分配到总装备部二十基地 总装备部二十基地是个什么地方 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俄迹曼奇 一块沙漠中的山沟里 叫总装备部二十基地 但几乎没人知道 原来 当中央决定自行发展我们的运载火箭 选择了在这个沙漠地带 建设中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基地 官兵们毫无怨言 扛起背包就出发 在抗美援朝后 再次开复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后来 美国中情局发出一条信息 志愿军总部神秘失踪 1970年4月24日 官兵们在这里成功地发射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中外 老司令元雅勇高兴地说 这是我们志愿军 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上帝 如今 这个地方已经人人皆知 它就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迄今为止 中国发射了约300颗人造卫星 其中约90颗是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镇